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遊戲夜殺必死 Game 9 由全家玩到爬的兩位導演 John Francis Daly 和Jonathan Goldman 一起指導 Jason Bittman 和Rachel McAdams 主演 聽起來是一個蠻變態的劇名 但其實是一部喜劇片 這在講一對熱衷於競賽遊戲的夫妻 每個週末他們都會在自己家裡 舉辦遊戲之夜 找幾個朋友來到家裡玩桌遊 或者是玩一些天才拆拆拆拆之類的遊戲 不知道你們身邊有沒有這樣的朋友 而這對夫妻和所有好萊塢喜劇片中的夫妻一樣 都會有一個小小的問題在他們之間 有一天他們玩得比較大 請了像密室逃脫一樣的商家 要玩一場大型推理真人尋找人質的犯罪遊戲 結果這場遊戲就出了一點點的差錯 整個晚上變得非常的瘋狂 大概的劇情提要是這個樣子 而實際上電影裡面沒有什麼推理或者是解謎的成分 比柯南還要少 遊戲Service是一部很美式的幽默喜劇 帶點動作戲、飛車特技、槍戰的成分在裡面 同時又可以讓人捧腹大笑又帶著驚悚的感覺 更精彩的是在極度不正經的喜劇節奏中 還是有角色之間滿打動人的情節發展 文系的部分大概比今年的票房驚奇 野蠻遊戲還要多一些些 它的笑點也不會太牽強太作作 而是將日常人物的個性誇張一些 沒有到熊媽吉或者是伴娘我最大那種 非常用力大媽喜劇式的搞笑 比較多的笑點都在劇情上面製造一些意外的翻轉 還有不正經但是不下流的唇事 劇本很順暢的戴琪整部電影 雖然有些段落之間的轉場會讓我感覺到有一些生硬 但不會影響這部電影給人的感覺太多 而且它有一部爆米花片最重要的東西 叫做懸念 從主戲開始之後 利用懸念所製造出來的緊張感 是遊戲夜沙比斯很成功的一件事情 也因為適當的文系比例 讓電影沒有變成不知所云的歡笑一眼光 而是用幽默嬉鬧的喜劇風格 讓整個戲院裡面都可以感受得到非常的歡樂 任何遊戲都有目標還有它獲勝的方法 主角這兩個人被設定為一個好勝心極強的個性 在劇情中我們看到他們兩個人 在人生的目標上面是有所阻礙的 電影中又用了小精靈這個遊戲作為比喻 探討人生的目標是什麼 有時候勝利的方法或者是真正的大獎 其實離你非常的近 但總有一些原因你看不到你找不到 有的時候你想要贏得這場比賽之前 要先搞清楚你想要的勝利是什麼 Jason Bittman 可以說是這部電影很重要的一個工程 她一直很厲害的就是可以讓她演出的喜劇裡面 保有一線的真實感在 很穩健的在這個故事當中 不會讓人停止為她擔心 因為你覺得很真實 你不會覺得她的角色是活在一部喜劇片當中 而更大的工程就是Rachel女神了 她真棒 不只是甜美風趣 也適時地表現出一個老婆的強悍來 一段在酒吧裡面拿著槍的那個戲 她真的表現得超級好笑的 她也真的有這個角色的活潑感 又不會很無腦 在這部電影中 或許不會讓人再一次愛上她 像在《真愛每一天》裡面一樣 但她的角色真的超級可愛 其實她的配角都蠻好的 像是那一對從中學就在一起的夫妻 或者是無腦男配上艾爾蘭來的高能女主管 客串的演員 還有《神力女超人》中的德軍軍官 以及DESTER 片中還有一段相當精彩 但是又十分荒唐的一鏡到底 看起來很炫 有點像是以前那個 香港的賀歲片的那種感覺 《遊戲的沙比斯》 是一部我看完之後非常開心 會叫身邊所有的朋友都去看的一部喜劇片 有點黑色幽默 有猜不到的劇情發展 有很多好笑的情節 還有一些人生的道理在裡面 如果你想要在最近跟朋友一起 在電影院裡面 哈哈大笑的話 一定要選這一部 如果你非常年輕 不知道《小晶瑩》這個遊戲 看不懂它在這部電影中的比喻的話 我是不會幫你介紹的 因為我也沒有玩過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 還有分享出去 還有 找找你的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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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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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